欢迎回来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的新内阁人选已陈述出炉 他最新提名美国优先政策研究所首席执行官 博林斯出任农业部长 川普周六发布声明说 布鲁克致力于支持美国农民 捍卫美国粮食自给自足 以及重振依赖农业的美国小城镇 这是首屈一指的 作为我们的下一任农业部长 布鲁克将带头努力保护美国农民 他们是我们国家真正的支柱 恭喜布鲁克 布鲁克·罗林斯被视为川普圈内的温和派国策顾问之一 而他执掌的美国优先政策研究所 被称为共和党的影子白宫团队 这一任命如果在参议院通过 罗林斯将领导拥有10万员工的农业部 职责包括农场和营养计划 林业家庭和农场贷款 食品安全 农村发展 农业研究 贸易等 在2024财年农业部的预算为4372亿美元 美国大选落幕仅过去两周半 川普已完成了所有的内阁人选提名 其中包括国务卿卢比奥 国家安全顾问莫尔兹 以及国防部长海格赛斯等一众 主张反制中共的鹰派人物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张琴 张瑞琪综合报道